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书界上回 接说着一段隋唐演绎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岭 带着秦琼进了通关 晚上吃完了晚宴 魏文通伺候 靠山王老杨岭已然就寝了 他挨着屋这么一串门 上官敌高潭盛 秦琼这屋啊 他都到了 尤其对这个秦书宝 是取义结交 他是同关的大帅 秦书宝现在啊 没有多大的军衔 要说二位这个级别来说 那差很多 但是 他瞧出来了 这个秦书宝 十三太宝 是现在老杨岭最宠的人 胡萝卜戴草帽 这是个小红人 哎 我得跟这位搞好关系 这个魏文通啊 很善于交际 姿势 能为他所用的人 他都愿意结交 所以大晚上 他愣跑秦琼屋里头啊 瞎搭搁 秦琼呢 还得跟他对付着 魏帅长 魏帅短 两个人呢 互相的这么一吹捧 当然这就是场面话 好嘞 那我就不打搅了 您也早歇着 有劳魏帅挂怀 好嘞 明儿见 明儿见 魏文通这才走 秦琼一琢磨 也好 哎 我跟这个魏文通啊 搞好关系 怎么 我还憋着跑呢 您听 有一出戏 叫文昭关 那吴子虚为了过这昭关 过不去 一夜 击白了头发 击白了胡子 那把关儿郎啊 都仔细着呢 秦琼一琢磨 我跟这位帅爷呀 搞好关系 万一以后 我没偷着令箭 我也能转出同关 好回北平府 他想的是这个 当夜无数次日清晨 这大兵可就追上来了 也到同关外了 魏文通下一令 大开同关 您怎么那十万大兵 得过回子呀 那不是说 三分钟五分钟就过完了 这大兵慢慢地往里走 王爷可就不等了 打电说魏文通 亲自带着同关的文武 送王爷进长安城 一直啊 都瞧见长安城的城墙了 这儿可城里的文武百官 已经接出来了 王爷这才跟魏文通说 行了 你这溜溜的又送一天了 别送了 回去吧 好 魏文通这才带着人回通关 这儿 长安城的文武百官 都出来接来了 自语文化级以下 宇文化级成像 这些个文武官员 租出来狗一百多位 这还都是朝中啊 说得上的 品级高的 那不入品的呀 还没资格接靠山王来 当然了 这个地方就跟同关不一样了 同关搭个小棚子 接王爷 这儿呢 很气派 接官庭 王爷下马 他对这宇文化级呀 没有什么好印象 他也知道 这宇文化级呀 是个奸臣 但是还是那句话 没有拿着 没有拿着他们君臣的真赃实弊 没证据 自己都是听说的 此一回进京到长安城 打算着重整朝纲 另立新军 也不能意气用事 不是说你靠山王是皇叔手握重兵 带着兵了 进长安城 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办不到 这已然就很过分了 为什么 哪个镇边的王子 也不能调十万大兵进京 靠山王就愣带 虽然对这宇文化级没好印象 但是呢 也不能把它怎么样了 文武百官山呼千岁 这儿是接官亭上就略一驻马 王爷可就问下来了 我是先上殿建军哪 还是先去岳王府 见我二哥岳王千岁呢 宇文化级可就说了 哎呀老千岁 您也不必进宫了 为什么 事不凑巧 自从您打本进京 说要来 我们这儿就准备好了 当今万岁啊 是天天想夜夜盼 可见皇叔 就打算呢 早早点的能有一天见着您老人家 可是呢 这一想您不要紧 茶水呀 还有这个饭时 可就稍微的 有点叫茶不思饭不响了 哎 生物中有点紊乱 病了 哦 病了 什么病啊 哎 倒没有什么大碍 不过这些日子呀 啊 脸色不太好 还有点喘 可是您这会儿要进宫见驾呢 啊 多有不便 岳王阳素 老千岁 已然 把岳王府腾腾住来了 您直接 打马王府 冲坐您的王府就失了 那我二哥呢 已然进宫啊 看万岁去了 啊 在宫中呢 留宿 万岁还有什么事要找 岳王千岁 他们商量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 就嘱咐陈我呀 接您直接到岳王府 岳王府临时全坐靠山王府 这长安城啊 原先有靠山王府 靠山王阳陵不要 咱说了 这个老头啊 很清廉的 那 他跟岳王阳素 跟昏君阳广不一样 不是过着那样奢靡的生活 一切从简 就包括燕海登州城的王府 也不是很豪华 他那什么意思呢 他就说这个 说我在登州这上班 你这给我留个王府 留个办公室干什么呀 这长安城里边 不用单设王府 我来了呢 就住我二哥家 当初他就有这话 可是杨素啊 怕见靠山王 你别看杨素是哥哥 杨灵是弟弟 但他知道 他这三弟啊 性如烈火 脾气醉暴 一句话答对的不善呢 自己就要倒霉 更何况 他此次进京 他就带着问题来的 不定啊 当今万岁 杨广办的什么事 走漏风声 这消息传的灯州 让他知道了 那杨素就不知道 杨广这些行为吗 未曾登基 先犯六款大罪 银娘戏魅 振兴徒草 师父夺权 他罪之底啊 好多坏事 都是他跟语文化籍 帮着干的 那么这杨陵进来 把这些事 一问明白了 他跟那皇上 没接没完 我们也好不了 再有了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他好不压着 带十万大兵 进长安城干嘛 自己赶紧建杨广 商量对付杨陵的对策 他把王府一腾 表面上 是我把王府腾出来 让兄弟女主 暗含着他躲了 语文化籍把现在这篇话 这么一说 靠山王老阳陵 首点阴然 微微点了点头 心了可就了然了 有点不痛快 好 我到长安城 皇上躲着不见面 二哥岳王也躲着不见面 没关系 我就在你王府住着 十天不见我住十天 两月不见我等两月 一年半载我跟你耗着 我看你什么时候见我 有点功夫还好 我派出人家在长安城 明察看访 就是我杨陵自己 穿几个府 到几个宅门里的去 见见昔日一般老陈 我倒问问忠孝王武建章 是怎么死的 我倒问问 他这皇上当的 这来路正不正 所以杨陵呢 城府也很深 听完这话 冲着语文化籍点头 既是如此 既是如此 语文成仙 千岁 好 你带着百官先行 带故打马 进 唐安 语文化籍一条 就老千岁 把脸往下 这么一尘一汪水似的 叫不怒自威 自己啊 暗教一生 继绕 怎么 总算应对得大 没出什么大匹了 您进了城 住的王府 与我就没什么相干了 我也得躲开 再说了 那爷儿俩在宫里 还等着我呢 等着我商量事呢 这三个人呢 是狼狈为奸 沆瀉一气 那么这语文化籍 赶紧退出来 接官厅 带着文武百官 投了做个银马 王爷下一令 十万大军 不要搅闹地方 襄饶百姓 就在长安城以外 扎下大营 剩下中军高谈胜 棋牌上官敌 十三位太保 还有我帐下篇富崖将 随姑打马进长安 逆声令下 三军肃然 这十万大兵啊 好 过了从关一队一队 到长安城外 都事多了 挑好沟 栽鹿脚 把这大梁车 立起来 这叫树原文扯大旗 埋锅造饭 炸草喂马 一英的军务 一句话两句话 一时难以尽数 要细说 俩小时也说不完 反正您就明白 这专门都有人管 尤其靠山王这支部队 军纪延明 这已然都是练熟了的 那么王爷就不管这个军队 自己带着人进长安城 语文化集啊 真下功夫 把长安城 整个街道上 净水泼街 黄土电道 买卖铺 全都上板 王爷一进长安城 一瞧倒真干净 买卖都不开张啊 也没闲人呢 自己想访点民情 也访不着 反正啊 皇上也不见面 干脆 我先越王府吧 一直就到了越王府 府门以外下了坐骑 让到府中来 王爷就解大门 往里的密走 一瞧火 好假 怎么 哎呀 我这么大王爷 透了点气 比燕海登州城 我那靠山王府啊 十个都得大 这家伙 广亮大门 玉石台阶 门口 大狮 狮子 对过大罩 六致 竖着七杆 那家杆石都是汉白玉的 往院里一走 二的门这儿和绿屏风 转过屏风一条院子里高达天蓬三丈六 就这院子 够二十百人在院子里头练舞的 整个一小教场 这大院子 四十不屑之花 八节 长青之草 顺着拐角 穿越了门往后走 一院子套一院子 一院子套一院子 这王府的人给介绍 王爷 您看这是哪 这是哪 哎呦 这没人领着 我非在这王府里转丢了不行 我二哥这宅子怎么阔呀 你盖这么些屋子干什么呀 啊 你这手底里养多少人呢 他是捡土惯了 他瞧着闹得横 但严进来了 说不住也不行了 再有一个你不住的王府 你住哪去 不得给人添麻烦啊 所以老杨陵呢 也没多想 住吧 这儿哈 所有的文武百官 全都递手本 王爷让高潭盛出去 对他免奖 所有长安城文武百官 三日之内免奖 这手本都留下 搁的门房 我想见谁我单独约 你们不必见 有什么军国大事 等我见完皇上 咱们再商量 这儿还洗把脸 换神医生 开饭吧 这一开饭更了不得了 怎么 好 这大饭厅 够二百人一块吃饭的 这餐厅里头啊 布置豪华 你别瞧 靠山王 有钱 那坐镇雁海 登州城 老爷子能没钱吗 这个日子还真没过过 一上菜呀 更了不得了 盘子落盘子 碗落碗 美食美气 哎呦 那酒杯 都是玛瑙的 叫夜光杯 咱说的隋朝 到唐朝了 您就知道 葡萄美酒夜光杯呀 感情那葡萄酒是红的 非得倒在这玛瑙杯子里 格外透出那么一种紫韵来 这个酒看着才诱人 那夜光杯呀 您听明白了 怎么得名啊 就是夜里的自己就放光 那才叫夜光杯呢 哎 那盘子都是脆的 那筷子都是象牙的 靠山王一瞧 我二哥是真会享受 再一看这菜 自己竟叫不上名来的 哎呦 这丰盛啊 啊 磨夹肉 泡馍 凉皮 那位说 王府就要吃这个 我哪知王府吃什么 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啊 大概给王爷上完大菜 这小春也得有 总而言之吧 很丰盛 酒也好啊 随少我不知道喝什么酒 反正都是家酿 陈酿 王爷爷爷能吃多少啊 叫他们一块吧 啊 大家伙 别浪费 这一大桌子我一人也吃不了 都吃吧 来来来 团圣 上官 书宝 你们几个 挨着我一块坐 九过三巡 菜过五位 这影几个呀 要是聊天也无非就是拳脚枪棒 都是号武之人聊这个吧 并没有什么诗词歌赋吹打弹拉风雅之事 可是这岳王府啊 单有岳班 这岳王府留着人呢 好多人呢 有的人可就来到了王爷的面前 书中代言这人姓杨叫杨寿 这是岳王杨宿手下的管家 那么句话呀 宰相闻前七品官 您别瞧不起杨寿 这杨寿那是岳王杨宿的近人 杨宿一个留着看家 另外呀可把这位三千岁得给伺候好了 不能有半点披露 搁别人啊 杨宿还真不放心 可是在岳王杨宿靠山王杨陵面前 这杨寿啊 兢兢业业谨慎 小心要一掉脸 那有多少人就得狗着他 为什么 未朝天子先拜相 你打算 你打算要是见这位 岳王杨宿 办点事 你不把这管家杨寿弄明白行吗 姐他这收钱就收扯了 这叫有什么主子 有什么奴才 杨寿呢 在旁边伺候着靠山王吃饭 千岁 有道是寡久难欢 府里都养着又乐班 那要喜欢 让他们弹奏起来 还有歌舞 您看不看呀 这个 杨宿一琢磨 瞧那干嘛 鬼闷得哼的 我们一儿几个这 聊聊舞艺 有乐班 有歌舞 他不耗这个 我是不想看 可是你们这府里既有 那已然是他花钱 都置办了 不瞧白不瞧 再说了 我带着孩子们穷穷的不来一趟京城 既到长安城了 住的我二哥家了 也让他们开个眼 好吧 要是要是现成的 方便吗 太方便了千岁 那就歌舞 演乐一番 让孩子们瞧瞧吧 是 杨宿一瞧啊 这就好办 怎么 那姑娘 都是二十郎当岁 很漂亮 杨宿林总说了 说你给他安排这歌舞 让这些美人跳 是不是 你知道他看上哪个了 这要有看上他 晚上就送到屋去 这叫什么 腐蚀杨灵 拉他下水 那会儿 我就好跟你见面了 怎么 咱俩都一样了 因为杨宿老说 他二哥是九水之徒 那么你也在我府里边 花天酒地 那咱俩就画等号了 咱俩就好见面 好说话了 所以现在杨宿一安排啊 杨宿同意了 啪啪啪 冲着廊下 三机长 这是个暗号 小乐队早就预备好了 可不在堂上 这是宴会厅 单有啊 抄手游郎 郎子底下摆这么几个座 这个小乐队跟那坐着 一听那是三机长 演出开始了 这几位啊 把家伙给预备好了 开始吹奏起来 那说什么音乐啊 陕西琴枪啊 那是现在 随着那会儿 我不知道什么音乐 反正是悠扬动耳 半艳的曲子 不能太亢奋 不能太激进了 音乐刚一起 再一瞧啊 这个餐厅 有帘子 下面须的竹帘子 怕有人 可就把帘子给 长起来了 两旁边呢 有如意金钩 把帘子一挂 就从这个门外的 鱼冠而入 十二位美人 身上 全都穿着专业的舞蹈服装 来到了宴上头 齐刷刷给千岁十里 说 妾等万福千岁千岁千千岁 音乐一响 几位鹤就在 喜堂上 就跳起舞来了 就这一跳舞啊 十二家太保 看得是末步转睛 哈拉的都下来了 哎呦 这十二个美人 这漂亮哦 全是摩其灯 飘其亮 吹其头 烫其发 全都一米七二 说现代话 那个身材比例 都是黄金比例 这十二个小子啊 酒不醉人 人自醉 色不迷人 人自迷 这俩言可就不够使的了 他们瞧啊 老杨领也瞧 老爷子手里 仍然往下观瞧 这十二个大美妞 都是我二哥 平常府里养的 那十一个不提 单瞧零五的这个女子 她的步伐轻盈 很特别 要是据老夫 我瞧 这个女孩的八尘踏 会练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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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